给大家聊一下最近的我的感悟 关于币圈导致到第三我们币安的这个事 就是说这种币安,火币OK,Gate中币,Coinbase, Kraken等等的 全球排名靠前的几个交易所 大部分是中国交易所 用户增长比较快的交易所也是中国的 最近用户每日增10万以上的这些交易所 好多也是中国交易所 主要原因我之前的两个视频里面回答了 就是因为资金盘的这种钱包盘的变种非常恐怖 用户增长很厉害 但我的判断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 交易所呢是之前我们认为的行业入口 这个入口是什么意思呢 入口就是说大家发现开个交易所变得特别简单 比方说现在有专门的云服务的公司 你想开个交易所 大约就是一两百万人民币就买一套云服务系统 你就打一个交易所了 然后你的加上制度加上推广模式 很快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交易所 然后这个交易所呢 它就是很快的这个拿盘 涨用户就跟着买 割韭菜 这肯定会出现暴涨暴跌的形式 但如果是这个用整体每一家交易 最近我知道的交易所上线就几百家 几百家交易所上线以后呢 还有钱包盘上现在有几百家 这个用户都在不停地分散 大交易所 洋谋的交易所变得特别的难做 就是说好多交易所都是 创神是谁不知道 这个钱包盘的创神 到底是谁也不知道 大家就是说玩这个盘的主要原因 都是专门的 就是说做直销行业 或者传销行业进来的人 他们是明明知道这个东西 不知道 谁是创始人的 他们就要玩 为什么玩这种呢 因为这种的就是出了事以后 大家都可以互相甩锅 甩锅 这我也不知道谁的 怕要跑路了 反正也抓不着 给我们这个精致人员办案的难度 提高了一大截 而且都是在什么岛国上 什么不知名的 听都没听过的地方注册的 谁注册的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办案难度真的变得很大 以前吧 只要开会一去现场一端 肯定能抓几个领导人嘛 抓住领导人 一问不就能找到了吗 现在是连个领导人都是匿名的 就是这最近变得非常的难 所以说最近的这种大量的分散的交易所的出现 我的判断是什么呢 我的判断是由于数字货币越来越越来越的普及 会造成几个事情的就是不可逆转 就是会出现一个做阳谋的这群平台会越做越大 而做阴谋的这些平台会变得死得越来越快 就简单说吧 如果一个交易所是大交易所 它会越来越大 一个做钱包的是公开的 做大的钱包的 做公开的 比方说一个钱包的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做阳谋的公开身份的这种平台会越来越大 因为最终这些金融难民们 这些被传销进来的用户 最终还会选择去大的 那种公开的创始人的这种平台去注册 而那些几百个上千个小的这种交易所和资金盘 最终的结果就是全关停 不跑路 它没办法 没办法消泡沫 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未来一定要选公开身份的创始人 做的公开的项目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到底是怎么选择 到底选谁又也变成了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这种小币种 资金盘的币 是不可能上到大交易所的 所以大交易所不会为他们做假价 所以就现在就只能去做最公开的钱包 所以我也会去研究研究 要不要发布一个钱包 是公开的一个钱包 让大家存币的一个钱包 但没有别的功能 只有一个钱包 这件事情我要琢磨琢磨 回头给大家消息 我也应该会去推动整个行业 再往下一个千万级的用户 发展的一个维度去做 先聊到这 我一边这个旅游一边再给大家录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